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素人照备,真的整容了。 陈情令走红后,肖战一夜间走红成为一位新的流量明星。 他超高的外貌也抢夺了数以万计的少女的心。 大多数,每个爆红的流量明星都会被翻出来很多在成名之前的照片和现在做对比。 而其中很多都会深陷整容的疑问之中。 所以肖战也不例外,在他爆红之后,也被曝光了很多素人时期的照片。 要知道,成名之前,肖战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生而已。 2010年,他进入重庆工商大学现代国际设计课程艺术学校学习。 毕业后在一位文化传媒公司担任室内设计师。 后来被明星经纪公司发掘。 并邀请参加燃烧把少年成为学员,从而迈入娱乐圈。 丑人多才多艺,走红后的肖战被爆出很多早些年的素人照片。 并和现在对比。 所以,不少网友都说现在的肖战与素人时代的比照过于明显。 所以网上出现了不少人质疑肖战整容的情况。 就对比来看,之前的肖战与现在的肖战确实差距很大。 早些时候的他还是很致美帝,虽然算得上市路人中的帅哥。 但是和现在俊秀酷帅的样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而且,当初的肖战还有点娃娃脸,一整张脸是圆的。 和现在戴上眼镜后思问帅气的样子对比十分鲜明。 经过很多素人时期和现在的照片比照之后, 网上出现了响亮的质疑肖战的面部做了调整,即整容。 所以,肖战到底有没有整过容? 最近,肖战的大学同学在设。 交网络平台上为肖战发声,称肖战没有调整,没有整容。 自己在大一下学期时,在兰花湖校区见过肖战, 他真人比照片还好看。 而且一直都是这么好看。 这位同学还甩出了证据。 晒出13年、14年两条匿名的树洞微博。 微博时间标示是不能做假的, 这两个树洞微博的发布时间确实是在2013、2014年。 可见这位同学说得很清楚, 他在肖战上大学的时候就关注肖战了。 通过近距离观察可以确认他没整容。 而且有时间线位证,并不是肖战红了之后故意帮他说话。 这位同学还说肖战那个时候就很帅了,算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此外,一些人还曝光了肖战在大学时期的近距照片。 表明肖战的双眼、鼻部等五官与现在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那肖战以前和现在相貌对比明显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位大学同学现身说法。 表示肖战身上有两点不用质疑, 一是没整容、颜值差距是漂亮变瘦造成的。 他和以前比瘦了很多。 二是肖战人品挺好,人员不错。 可见,肖战现在变得这么帅并不是整容整的, 而是漂亮瘦出来的。 毕竟好几位大学同学都能为他作证,而且说法一致。 另外还有粉丝做的肖战夏合。 比两股四年对比分析。 证实肖战从素人变成现在唯一的变化只有瘦了。 看来,胖子真的都是前利股, 漂亮瘦身的确可以大大的改变颜值。 到此为止,肖战到底是不是整容终于得到了答案。